歡迎回到 吳董給你們 吳董在你們 那各位觀眾 今天董事長大爆料 今天真的很精彩 我很推薦大家 節目結束之後 再多看一次 好來 我們進入第三趴的第一題 來 Ricky來 這個董事長 請您 詳細 闡述一下 你的兩岸和解政策是什麼 跟趙少康的邦聯方案 有什麼 異統的地方 趙少康的邦聯方案 是一批蛋頭學者 想要搞出來一個 所謂的 終局解決方案 叫做Final Resolution 那這個事情 在中國北京 不可能接受的 所以趙少康自己在那邊打手槍 沒有屁用 比較簡單的 那我的兩岸和解方案 政策很簡單 就是大家 暫時先這樣子混 混到台灣有錢以後再講 你知道 因為現在大陸沒錢嘛 開始亂了嘛 大陸現在開始亂了 我們現在開始有機會 發大財嘛 是 不是韓國瑜講的嘛 可是發大財 我的發大財不能靠兩岸 要靠中美日 不是 要靠美日台三方合作的關係嘛 是 我要靠經濟搞起來 把年輕人輔導起來 我的方案很簡單 內政最重要 台灣的 今年的年輕人 20到24歲的失業率 叫做12% 對 這個要把它降到 5% 6% 台灣的經濟強壯以後 是 你什麼臉都可以啦 我欠債你什麼臉都可以啦 趙紹康這些都是一批外省人 他們有個大中國思想 他不管怎麼講 都丟不開那個中國兩個字 你知道嗎 那我們現在民進黨的概念就是 中華民國 這個東西我們願意接受 中華民國接受是什麼接受呢 是我們民進黨參加過修憲 憲法修改以後的中華民國 雖然沒有明的講 但是有關所謂的 我們的 國土部分 我們不急於大陸嘛 對 這是民進黨的邏輯嘛 那趙紹康的邏輯希望 中國大陸變成邦年 那邦年就是英國制的嘛 對 那英國制的邦年的話 首先你制度要相同嘛 你認為中國大陸要變成台灣的民主制度 還有可能嗎 你認為香港要變成台灣的制度 有可能嗎 你認為香港要按照他的基本法 去執行他的民主法制 自由民主法制有可能嗎 通常不可能 這是有制度上先天上的衝突 這不可能的事情嘛 對 趙紹康是在打嘴炮的嘛 是 好 這非常清楚 各位先生可以聽得非常清楚 董事長的說明 好來 下一題 UK London protest of the 8 days Police arrested about the 1500 protest 所以倫敦的抗議 他現在逮捕了大概1500個抗議者 然後呢 要我來比小一下跟香港的protest 我跟你報告一個狀況 所以我現在跟你講 香港總共有2800個人被逮捕 就是2800個人被逮捕 好不好 2800個人 我告訴你 800個人是屬於18歲以下的兒童 年輕人 小孩子 然後被開槍打了嗎 兩個人 英國的警察有去開槍打英國的兒童嗎 沒有嘛 對不對 這很簡單的概念嘛 一個叫做合法的抗議 一個是他們香港政府定居委的暴動 那現在的 而且還有一個更悲慘的 英國人暴動完抗議完以後會怎樣 會坐牢 然後被罰款 就回家了嘛 對 又是一條好漢嘛 是 我現在只問大家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 香港的小孩子現在繼續這樣子幹下去 我問你什麼時候停止 不會停啊 怎麼會停 那最後誰倒楣 最後什麼結果 一直抓嘛 小孩子受傷嘛 對 對不對 然後呢 他跟你拼到底了嘛 對 拼到最後怎樣 不知道嘛 香港的年輕人比台灣年輕人勇敢 我講了什麼事情 他們在拼一個沒有可能達成的目標 拼一個沒有明天的明天 我今天不拼我馬上死 拼了我還是死 但是我寧願拼了是死掉 不願意不拼而死掉 這香港人比台灣勇敢的地方 台灣的年輕人 媽的 安逸慣了嘛 蔡英文現在已經過半數了嘛 你根本沒有人抗議自己的生活不好過嘛 沒有人要站出來有年輕人的覺醒 我們比起香港的14歲到18歲的兒童 他們今天就完全心裡非常清楚的知道說 我跟你政府拼到最後的結果 我是一片黑暗 他面對一片黑暗的未來 跟你拼到底 我們台灣人是看到我可以拼下去 改變我自己的命運 台灣的年輕人不拼 跑去Woo by it 送餐 就是這樣 好就是下一題 好來我們看下一題 好 那董長他說 請問鷹派真的存在嗎 還是都是西瓜派 等到蔡英文卸任就一哄而散 除了新潮流 其他派系延續的目的是什麼 沒有鷹派都是西瓜派 當蔡英文卸任 不用蔡英文卸任 蔡英文還沒有當選就一哄而散啊 看到沒有 哇 今天就是蔡英文快要當選了 就開始造反了 你看到沒有 實際上多難看 這就是民進黨的狠進 你如果不比他更狠 沒有像吳子嘉這種禍色敢跟他公開挑戰 我跟你講 他在告你搞你 然後甚至於黑道都來了 就那麼簡單 這是民進黨的政治 叫做叢林政治 要敢跟他拼你才有生活的機會 你知道嗎 我們就是敢跟他拼 新潮流當然跟他幹嘛 對不對 怎麼敢不跟他 怎麼不跟他幹呢 對不對 你看陳菊故意裝撈 現在又好出來了 今天叫人家來開會 看到沒有 對 大權在握啊 對不對 裝生病裝不見了 對 又開始來了 所以除了新潮流 其他都沒有派系 但是我跟各位保證 我們一個人兩個人跟他幹嘛 我講過一句話 心心之火可以燎原嘛 為什麼 今天的新潮流 不是陳菊當年的新潮流嘛 是一批黑道分贓之徒嘛 是一批利益的結合 完全沒有使命感 完全忘記了當年的理想性 一點理想性都沒有 這是新潮流我們要抗議的地方嘛 可是他們的組織跟黑社會一樣的嚴密 他們選舉的技術比任何人都好 然後碰到一個天下奇拔的國民黨 居然選出了一個 坐在地上的猴子跑來選總統 把他都嚇壞了 今天計程車司機 我坐著還跟我講說 哎呀 那實在喔 不見笑了 昏倒 然後保障蔡英文當選以後 那這些派系就開始作亂 今天開始作亂看到沒有 還沒當選就作亂喔 當選以後 我最關各位預估 明年520蔡英文的民調 存30%啦 這是民進黨墮落的開始 今天就墮落了 還不是多久以後 下一題 好來 總長你說喔 要找知名度高的來選喔 但是沒有出來過的年輕人 不就永遠沒機會了嗎 這兩個中間喔 要怎麼取得一個平衡點 總長他在問民進黨 我講的就是說 民眾黨有三個光源 Light Source三個光源 柯P是個光源 區域立委是個光源 然後理不分區是個光源 對 這個光源的定義不等於是高知名度 不讓你如果你有方法 找到一個不同的選戰策略 講簡單一點啦 不要高知名度啦 如果今年的選戰打成2014海嘯的話 是不是通通當選 對 就那麼簡單啦 管你有沒有知名度通通當選 通通當選 柯P為什麼不能把2019 2020 創造出來2014的海嘯咧 柯P是2014海嘯下的一個 利益獲得者耶 他是個既得利益者 他是在海嘯情況之下 擔任了台北市市長耶 他是在太陽花以後擔任台北市市長 為什麼2020不能創造太陽花 台灣難道今年沒有 不是為其存亡之秋嗎 年輕人不是開始沒有飯吃嗎 一樣啊 然後他現在有年輕政策 完全一個字不提啊 對不對 所以我講很簡單 有海嘯的時候 你通通都有高知名度嘛 那個叫做形勢比人強 如果你創造一個革命的形勢出來 創造一個顛覆台灣的這種政治生態的形勢出來 我今天敢在這邊爆料卓榮泰嘛 我這邊敢在這邊爆料這個惡劣 這個像黑社會一般的民進黨的派系跟黨主席 我敢在這邊爆料啊 那這種黨怎麼讓它存在呢 怎麼讓它當選呢 不像話嘛 那為什麼柯B沒有辦法運用這些事情呢 這很奇怪啊 領導人不負責任嘛 今天就是因為國民黨的自私跟貪婪跟無能 才創造了這個像黑社會一般的可怕的民進黨 在吸大家的血嘛 所以這回禍首是互動出來的 對 如果今天國民黨很強 很好 民進黨就會變成首規矩嘛 是 政黨政治的基本原則是幹什麼 就是換人做做看嘛 換人做做看就讓你不敢貪污嘛 高雄我們不是換人做啦 對 結果前朝的案子有沒有檢討一下啊 也沒有 完全沒有啊 那韓國瑜從屏東跑起幹什麼呢 他從他的公務局跑起就好了嘛 是 他把他的公務局檔案拿出來 開個記者會 陳菊就移送法辦啊 那不是馬上增加10% 對 他就跑屏東一天 今天跑了11個行程嘛 對 還是其實20個我不知道 他就在他的辦公室裡面就可以了 他把趙家寶貪污的案子 搬出來開記者會就可以了 韓國瑜為什麼不幹呢 這麼簡單的一件事情呢 政黨政治的基本的道理 就是輪替 輪替的時候是幹什麼 就是把過去的髒東西清掉 清乾淨給大家看一看 結果我們的韓國瑜不清啊 然後我們的吳敦毅呢 就是惡搞啊 自私啊 所以一個自私一個無能 就組成了國民黨 就創造了像一個龐然大物 像魔鬼一般的民進黨嘛 今天惡不惡劣 就出現一個街頭小混混 過來偷襲 要拿部分區立委的嘛 要去當立法委員的院長 立法委員院長 天下有這種怪事情在台灣發生 荒謬之極啊 是 希望 五董談大選的努力呢 可以讓這些荒謬的事情呢 越來越少出現在我們台灣的社會 越來越少出現在我們的生活 好 以上是今天的五董談大選 明天晚上九點鐘 依然有最精彩的五董談大選 請大家明天晚上九點準時來跟我們相見 好 謝謝大家